废话 命挺命啊 这都能活下去 是呢 陈总 他的舌头是被我割掉的 姐姐 你好坏 那就怪他自己 若不是他心软 被我们骗婚 架空了韩氏集团 谁能想到 南省第一的韩氏集团 能落得如此天地 行行行行 韩明 你知道 你妹妹在被我玩时 他都说了什么吗 不说话啊 我来告诉你 他说 哥哥 救我 哥哥 救我 你说什么 他妈的 我这是 重生了 还是十年之前 我继承韩氏集团 董事大典的那天 杀亲之仇 灭族之恨 四大家族 此生 我定要让你们 生不如死 生路尽端 我继承韩氏集团 举办的宴会 我真的冲伤了 韩少 您的血有点脏了 我帮您擦擦 上一世 我确实被你憨厚的外表 所蒙蔽 但这一世 你万死难输 谁让你用袖子 挺干净 韩少 这 不太合适吧 那你的意思是 我没有这够分的资 您当然有 我天 明儿 你呀 你可不能胡来呀 妈 林家林之雪 特送婚姝前来 嫁装百亿 请求与韩家联姻 江家姜油碗 特送婚姝前来 嫁装黄金万两 请求与韩家联姻 周家周情 特送婚姝前来 嫁装富山春居徒 请求与韩家联姻 唐家 唐家人 特送婚姝前来 嫁装房产石洞 请求与韩家联姻 够东西 一会儿再收拾你 你们四大世家 想加入韩家 就拿这么点菜 未免有点太含散了 你这孩子 今天怎么这么没规矩啊 妈 我哥要是有规矩啊 他就不是韩明了 韩少 时间有限 实在抱歉 不过 你要是愿意娶我 我可以 再加百亿 区区两百亿 就想嫁入韩家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你配吗 韩明 林家让我给韩家来送屁书 是看得起你 你敢打我 你疯了吧 那你的意思是 林家是在侮辱我 我韩明的女人 就值两百亿生 林家不敢轻视韩家 是我鲁莽了 抱歉 哎呀 有些人哪 就是爱出风头 这下被打脸了吧 万两黄金才值多少钱 也被挖哭我 我江家 虽然没有韩家有钱 但我可是一线小话 比起某些不入眼的丑八怪 强多呢 你 韩少 只要你签了这婚书 我可就是你的人了 韩少 你看人家 漂亮吗 表面看起来人畜无害 实则歹毒无比 挑到我手筋脚筋 割掉我舌头的嘴 就是你这个节日出的 啊 啊 把妆卸了 让我好好看看 韩少 非要用酒水帮人家卸妆吗 韩少 只要你开心 怎么样都行 不错 不过 想做我韩明的老婆 歌唱呼吸得好 听说你唱歌唱得不错 这样 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 韩少 要不改篇吧 今天人家嗓子不太舒服 那我就只能 从他们中选吧 我唱 不知道韩少 喜欢听什么歌呢 争 对啊 要快点 我的耐心不多 就这样 并 征服 他真的是浇油丸 唱得也太难听了 我 鼻子 狗唱得都比你好听 就你这样 也配成一线小花 韩少 人家可是为了你 连日后的事业都放弃了 你说这是什么话 有些人啊 真可怜 不但是个公鸭嫂 而且 耳朵还不太好使 周小姐 听说舞跳得不错 韩少喜欢什么舞种 我都会 脱衣舞 韩少 你说什么 我说 脱衣舞 就在这儿跳 韩少 你要是真心喜欢的话 咱们换个私密点的地方 想让我怎么跳 都行 韩少 韩少 这人这么多 确实不合适 既然这样 你跟他一起跳 啊 韩少 你开什么玩笑 我哪会跳舞啊 大家 想不想看陈炳 和周小姐一起跳舞啊 想 来 请 陈炳啊 你果然是个了 这种羞辱你都能承受 我上辈子栽在你手里 一点都不远 但苍天油盐 我重生孤远 这事 我绝对不会让你死得那么舒淡 滚下去 成何体统 敏儿 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月儿当年为了替我还债去酒吧打工 就是这个贱人 月儿跳的脱衣物 你啊 难道想把四大家族全得罪了 我们韩家虽然现在是的 但是四大家族可不是吃素的 你可别闹了 周小姐 这舞跳的不行啊 风头 都让陈炳给抢去了 你让我怎么买 韩少 其实 我还会表演 等私下里 我换上衣服 你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你还会表演 那太好了 就来一段最经典的 猪八戒被媳妇吧 那韩少 你的意思是 我是猪 韩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和他跳 行 只要韩少开心 我干什么都行 开始吧 够了 韩少 你这羞辱人的本事 倒是不小啊 唐小姐 你暗中收购韩氏集团 要是就这么走了 我怎么办 是要被人说我是白痴吗 还是说 被你瞒弄于鼓掌 你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的还不止这些 你暗中 和韩氏董事 私通 出卖色相 美人计 用得不错呀 韩明 你别血口喷人 你个贱女人 你道德败坏 我让你勾引我老公 我 你个贱女人 我靠 韩天青青竟然是个童子 唐小姐 我要是你呢 就乖乖坐 毕竟我这个人一向口不遮拦 你也不想 每天被一群人堵 突不去家门的 那丫头 应该到了 韩明哥哥 我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但是 我 我还想试一试 他们可都是准备了很多嫁妆 你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我 我只是个普通人 没背景 也没钱 我 我 我只有我自己 挺有心机啊 灰姑娘那一套都整出来了 这里 可不是童话事件 就是 简直是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土里土气的 还装清纯 这婚纱 不会是租来的吧 我宣布 她秋雅 就是我韩明这一生 唯一要娶的女人 韩明 你在我们四个当中 选哪一个都行 你竟然选一个下等人 韩明 你要想清楚 你这样做 会得罪我们四大家族的 韩明 你这分明是在侮辱我们 各位 对不住了 对不住 一句对不住就行了吗 我告诉你 韩明 今天 你必须会想给我们道歉 对 我们四大家族 可不是好惹的 别以为现在寒家事大 就可以为所欲为 三个处 韩明这么嚣张 肯定是有四大家族的把柄 让我儿给你下跪 你们四大家族累吗 你们韩家简直欺人太甚 我又爱人都看不下去了 韩明 你别我想清楚 你们韩家 真的能承受出四大家族的怒火吗 今天这事没完 敢打我的脸 韩明 林家与韩家 至此决裂 我江家与韩家 至此决裂 我周家与韩家 至此决裂 怎么 你们唐家 不准备与某韩家决裂吗 韩少 我们唐家 不知道有什么得罪了你的地方 请您 高抬贵手 现在 我给您道歉了 唐小姐 你怕她干什么 她如其消成跋扈 连四大家族都不放在眼里 还在众目睽睽之下羞辱你 震腾人 你没听韩明说吗 她和韩氏集团多位董事都有 当然会帮着韩家 哼 简直是四大家族之耻 也会结束 唐家 还是退出四大家族的好 你很聪明 可惜我 我韩明在此宣布 我韩家 与四大家族彻底决裂 不 不休 明哥哥 我 我知道你想为我出气 但是他们 小雅 你是我生命里唯一的光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都一定要守护好你 如果有人敢欺负你 就灭了谁 好一个红元祸水啊 原来韩少宁 喜欢这种青春类型 您早说嘛 我给您介绍几个 保管啊 都比这个小妾人 更加清准 不就一个女人嘛 何必呢 是 韩苗 你现在要是跪下道歉 我们四大家族 可以既往不救 小的任性 老的也不明白吗 庞伯母 韩明刚继任 就要遭受我们四大家族的围攻 你觉得他顶得住吗 小妾人 你最好赶紧离开 你最好赶紧离开 我们豪门之间 不是你一个丑小鸭可以插手的 最好当心点 小心哪天 咱们 诸位 我儿子还年轻 有些傲慢 减量了 哥 要不我们还是道歉嘛 他们毕竟是四大家族 不好惹的 放心吧 他们蹦打不了多久了 现在就让他们滚出去 韩明 你也太嚣张了吧 你难道不知道 这云海酒店 是我们邻家产业 要我 也是你们滚 云海大酒店 即将 开除重建 这 云海大酒店 拆除 敌人不才 已经中标了 韩明 开什么玩笑 云海大酒店 才建成五年 怎么可能 说拆就拆啊 就是 如果消息是真的 我们怎么可能 一点都不知道 就算是拆 我们现在 也能赶你们走 他说的是真的 因为是内部招标 所以外部没有消息 只有极少处人才知道 不愧是号称 商业百事通的唐小姐 任何商业上的消息 都逃不滚单 韩少 公围的话就不用说了 你现在道歉 我们立刻离开 公围 唐小姐 你怕是想多了 难道 你们唐家得到的消息 都是这样 你什么意思 我之前听说的 你们四大家族 之前联合出事 买下了一块地皮 准备盖楼对吧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好像是 以前 你 你怎么会知道 是 是只有我们 四大家族的高层才知道的 难道 你在我们这儿 安插眼线了 知道了又怎么样 可是 那块地底下 是重度矿材 好像干不得了 不可能 董事长给我的消息 不可能 韩明 你设计我们 设计 两分钟之后 辰百万 会带着项目合同 和地质检测书到这儿来 到时候 你们就都知道了 不是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在男生打个喷嚏 都要抖三抖的男生首富 辰百万 韩明 你不要再有奢望 你就是看我们四大家族 拿到了地皮 你想要这块地 才在这儿 想了一个半 设计我们 就是 韩明 你们赶紧一块跪地求饶 或者 和我们联姻 我们四大家族 或许会大发辞飞 放一瓶吧 三 二 一 时间到 南城首富 辰百万到 真来了 这 这 陈百万 见过韩先生 韩先生 这两份文件 分别是云海大酒店 中标文书 和政务区 外况采区 地皮检测报告 您请过目 云海大酒店 中标文书 林执雪 你现在告诉我 是该谁 不可能 云海大酒店 可是我林家最大的支柱产业 怎么可能 说拆就拆啊 我们接着聊聊地皮的事吧 经报告检测 那块地皮下面 以前是重度矿彩区 无法改楼 四位美女看到 解释解释吧 经机构检测 该地皮为矿彩区 无法建设 若强行建设 将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这绝不可能 我们四大家族 耗资千亿买的地皮 怎么可能有问题 这绝不可能 四大家族 耗尽所有流动资金 购买的地皮 竟然是块荒地 我看啊 你们怕是要血保无归了 不过呢 我韩明 一向赤子之心 这样 我出十个亿 收了 韩明 你开什么玩笑 四大家族花费 一千亿拿下的地皮 你十个亿就想收走 还什么赤子之心 助人为乐 就是一个不要脸的混蛋 困扯 一个下人 一个对韩先生不敬 给我打 是 韩明 你们该斗手打人 韩明 走 对 假的 我们林家 对这块地的投资最大 早就派了专业团队提前检测 这不可能是真的 韩明 你的报告是假的 区区千亿 也值得我韩明做假 林小姐 这份检测报告 是由我亲自监督完成 你这话的意思 是在说我造假吗 不敢怀疑陈首富 这是 您用电话 林小姐这一手 黎毛幻太子玩的可真厉害 给我们假的检测报告 骗请投资 喂 王总 你怎么 把我投资的钱 全部翻轨 赌责你们江家 他妈的 退钱 康小姐 我一直都以为 你是个聪明人啊 怎么会做 这么愚蠢的事情 地皮是中毒矿彩虚就算 竟然还得罪了韩绍 何总 我们也是被人算计了 对不起 我马上 现在 信了 韩明 你竟然太深 韩明 十一亿就让我们把地卖给你 你当我们傻吗 忘了跟你们说了 这块地皮 收购像是强制性 这个地皮 你们是卖 也得卖 不卖 也得卖 如若不从 今日之后 你们四大家族 难舍 无名 明哥哥 你不要冲动啊 明儿 谁惹你生气了 你真要把四大家族都得罪完吗 交给我 放心吧 就是你们韩家了吧 韩明 你真是太嚣张了 竟然敢公开挑战四大家族的位言 韩家 迟早毁在你手里 狗东西 我看你这怎么办 四大家族灵合 你就是有通天本事 也只有死路一条 韩明 你最好赶紧给我们四大家族 集体道歉 并且声明 你不喜欢邱雅这个小贱人 然后再从我们四美当中 挑选一人成婚 我们尚可考虑原谅你 你要是再敢说邱雅个坏话 我抽了你的嘴 韩明 你居然为了那个贱人 明哥哥 你不要因为我打人 我被说两句 没关系的 小雅 你是我的女人 我绝不允许任何人诋毁你 明哥哥 有你真好 你们是不是不相信 那我们试试看 看我韩明 有没有这个能力 让你们四大家族 彻底出名 陈百万 立刻联系周氏集团的珠宝供应商 就说我韩氏 也要进军珠宝产 让他们从我韩家和周家 二选一 是 我这就联系 我倒要看看 你们背后的供应商 会怎么选择 韩明和我们周家合作的 是海外最大的浴室供应商 最讲诚信 和我们合作了几十年了 你凭什么会觉得你韩明一句话 他们就能和你合作 简直一想天开 就是韩明 周家的浴室生意在省内是最为成熟的 你既然想从这方面对付周家 你简直就是自取其辱 本以为你有什么高明的手段 原来呀 是我高看你了 韩少 南省御师供应的负责人马上过来 好 那我们就等着吧 感谢今天到场的诸位 来参加我的继承仪式 我敬大家一杯 稍后 除了四大家族和陈家以外 在场的诸位 都会获得一份我韩家的项目盒头 每份项目 我韩家出资一亿 以表谢 我靠 参加个宴会就拿一个亿 韩明这么败家 韩少 我是不是也能拿到一个亿的投资啊 吃里爬外的狗气 背后走韩家 帮室马家族说话是吧 是不是做狗 都做不明白 韩明 一定要弄死你 南省虎马御师负责人 李峰 接李道 我去 我去 李经理 可是南省最大御师公共商的负责人 竟然真的被陈首夫一个电话叫来了 周家所有产业都和御师相关 如果李经理真的愿意 李愿意和韩少合作 周家没了御师原料支撑 真无异于除名 我堪不好说 鸿马御师材料在国际上都水一水啊 岂不因为韩家有钱 就轻易为人 这可是关乎信誉的问题 在下见过韩少 韩少今天继任 以某还款来迟 实在惭愧 所以特意备了薄礼 还请韩少收下 李经理有心了 嗯 第一件 尚义极品和田玉白菜 第二件 尚义极品同志观音翡翠 第三件 尚义开瓶孔雀石 韩少 这第四件礼物非常特殊 是我专门为周小姐准备的 所以请韩少不要怪罪 给周请准备 我就知道李总不会和我们周家回约 这都送我礼物了 就 周小姐 我送给你的是违约合同 翻译违约金 李总 你 你说什么 李总 真的选择了韩家 他韩家凭什么 李总 这个决定是你做的 还是你们鸿马玉石总部的 如果你们这么做的话 可是有损你们鸿马玉石的信誉 李总 李总 给我个面子 别一时冲动 回了公司信誉 还是学中式合作吧 你是什么东西 让我给你面子 我 唐小姐 你说的这个决定就是总部的决定 还有李小姐的疑惑 你问我 韩家凭什么 现在就告诉你韩家凭什么 韩少如今凭一己之力 带动韩家成为超越四大家族的超级世家 市值超过十万亿 在韩少的带领之下 韩家会不会成为市值超过百万亿的世界级财团 你说凭什么 还有你们周家 在玉石方面确实做得不错 但也仅此而言 你们都不配 与韩少相提并论 竟然还敢问我凭什么 真是目光如斗 李总 你少多多逼人 在南省 我周家不只是与红马玉石能够合作 你选择韩少 那是因为你攀岩富士 如影竹臭 奉韩少旨意 封杀整个玉石界周家 韩甘与周家合作者 就是与我五马玉石为敌 韩少甘与和周家合作者 也是与我成百万为敌 我倒要看看 是谁敢雄心负子的 不停 我让你去给韩少送婚书 你干什么呢 你 为什么现在不听有人 跟我打电话说终止合作 说我们得罪了韩少 让我好自为之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爸 我给他送婚书了 但是他没有接 他在这侮辱女儿 他还要花十一亿 摆下我们四大家族 合资千万亿 才拿下的地皮 女儿只不过才说了他两句 他就 不停 平白无辜 韩少会说你吗 韩少不是这样的人 都是你做的不好 你赶快跪下 周家主 我韩明就是这样 雅兹必报 所以说 你们周家 男生除名 周强 我给过你几个 但是你自己不珍惜 现在 拿着你的婚书和嫁妆 跟你爸 一起鬼 韩少 我真的知道错了 只要你能原谅我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真的知道错了 把人给我带出去 韩少 你给我等着 我们周家不会下半该休的 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行 十一亿 外加 携泉族给我和三个口贵地道歉 我就买了你们手中的地 要不 你们的下车 就和周家一样 韩明 得饶人出且饶人 我承认 你这次确实让我很意外 竟然认识像李总这样的人 但是 我邻家做的是国际贸易 我不相信 仅请你韩明一人 就能够让我们 在国外的贸易被阻断 我没记错了 你唐家是资本 江家是私募基金队 你们是不是想法和林芝雪一样 觉得我韩明没有能力 将你们封杀处理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要真有办法 那还在这啰嗦什么 是 我韩明现在确实没有 同时让你们三家出问题 不过一个月后 我相信 你们会跪着那球 韩明 我告诉你 我就是跪一条狗 都不会跪你 韩明 现在我们三大世家 已经联手 就算没有周家 你觉得仅凭你一人之力 真的能承受我们三大世家的怒火吗 不错 如果说 谁再与韩家合作 那就是与我们四大家族为敌 好啊 我很期待你们的怒火 把他们给我丢出去 韩明 你别太过分了 韩明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他愣着干什么 把他们给我丢出去 韩明 放开我 你这也太欺负人了 林小姐 江西姐 唐小姐 哪个不是民谋忘卒 你 你简直就是在侮辱人 你要是不说话 我都忘了还让你这个搞东西 把他一起给我丢出去 要是他明天还能下床 我拿你们试问 我 韩明 希望你以后 要为你今天的所作所为而后 明儿 你今天是不是有点太任性了 如果他们联合起来 我们韩家 妈 您就放心吧 儿子对付他们 彻彻有余 没事吗 妈就担心你太累了 明哥哥 都是邱雅不好 如果不是我突然过来 也许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明哥哥 是我 做错什么了吗 傻瓜 你没有做错什么 我的意思是 你以后不准说这种话了 你没有任何不好 你永远是最好的 明白吗 嗯 我知道了 哼 陈炳 都是你出的好计划 现在好了 他在我们四个当初 谁也没选 我们林家在里面投资多少 你知道吗 就是啊陈炳 让我们骗婚也是你的主意 现在我们得罪了韩家 连地皮也出事了 投资人天天找我 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别吵了 哼 谁他们知道韩明那么傻皮 简直瞎了眼 不吵你倒是想办法呀 朱家已经折进去了 难道 让我们三家都跟着折进去吗 哼 直到如今 也只有一个办法了 韩明不是不选择你们吗 如果 生米直接煮成熟饭 只要你们当中 有一个人 还了他的孩子 他不就 不得不选择你们了吗 你在胡说什么 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可能还上他的孩子 这还不简单 过两天 我们以认错的名义 约韩明出来喝酒 把他约出来 等他喝多了 不就什么都整了吧 对啊 这办法虽然下了 但确实不错 都喝醉了 韩明怎么会知道他做过 要是再往床单上磨点血 那不就成了吗 不行不行 韩明这个人 我太了解他了 韩明这个人非常谨慎 事后 他一定会带你们去做各种检查的 如果这次出了意外 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哼 所以这次 我们 玩真的 俊雪 你们几个当中 韩明对你最有好感 我们能不能大富大贵 就靠你了 久等被主公了 事成之后 我要断了韩明四肢 让他生死 陈叔 这次他做得不错呀 订单给他 先订购一千亿 然后每一年 再订购五百亿 你来出去 是 韩生 我稍后就让秘书联系李经理 陈叔 我让你出钱 你不介意吧 韩生 当年若不是您给我指出名路 我恐怕还是一个跑船小老板 没有您的帮助 就没有我陈百万今天的地位 所以别说用一千亿五百亿 就是让我把全部身家给您 我都没有任何问题 当真 韩生 如果有假 我陈百万天主地灭 前世 陈百万确实没有被罚过 只是陈炳和那几个贱女人实在隐信 将陈百万一同坑海 真是该死 陈叔 我相信你 这样 玉石的材料前你说 盈利 你全都拿走 韩生 不要吓我 我最多拿一场盈利 其余都归韩生 陈叔 以后 希望你地方还有很多 一城的利实在是不够 这样吧 以后无论什么项目 你都拿走五城的利 不准拒绝 就这么定了 那好吧 多谢韩少 从今往后 我一定会更努力帮韩少办事 行了陈叔 去忙吧 对了 记得帮我 约见一下 海外航线最大的负责人 我倒要看看 如果我把海外航线捞断了 他邻家 怎么办 是 我这就去联系 等等 陈叔 还有一个事 需要你秘密去办 周家 陈首夫走了吗 我还给你们切了水果 坐 小雅 坐这儿 干嘛 你不是说要嫁给我吗 怎么 坐我腿上就害羞了 要是 以后再干点其他的事情 你 岂不是 明哥哥 你要 行了 不逗你了 那些事情 我会放在我们成婚之后去做 小雅 我打算 收拾完四大家族之后 再跟你偿还 我都听明哥哥的 明哥哥是因为我 才要收拾四大家族吗 我很担心 四大家族没有那么好对付 放心 没事 等我收拾完四大家族 我就回来 八台大轿 明媚正确 风风光光的 帮你去请我韩家 我听你的 小雅 小雅 这一世 我绝对不会再重蹈覆辙 我会把我能给的一切 都给你 少爷 周家家主和周小姐来了 谁让他们进来的 打扰老子吃饭 不见 韩少 我们周家到底怎么得罪你了 你为什么要封杀我们周家 韩家母 跟韩少说说 解除封杀 放我周家一条生路啊 周家主 这次是想 让我给你们放一条生路 可以啊 只要你带着你们全族的人 在这跪下 跟我嗑个头道歉 我要是满意了 可以放你们吧 爸 你看看他说的都是什么话 这明摆着欺人太甚 他就是看我们周家示弱 摆明了要欺负我们周家 爸 你不要怕他 我们这就回去 都有所有人们 和韩家来个鱼死网铺 混蛋 要不是你在继承晚宴上 让韩少不开心 我们周家能落到这个地步吗 和韩家鱼死网铺 韩家受的是伤 我们丢的是命 韩少 都是我这女儿不好 昨天晚夜让您不开心了啊 我这种处理方式 你还满意吗 我满意 我再给他几巴掌 爸 那要不然 你还是再让他几巴掌 我现在不是很 爸 我可是您的女儿 你难道要因为这个外人 对我动手吗 清儿 我不是因为韩少 而是为了周家 你才忍一忍吧 韩少 这下您满意了吧 只要您让李经理 回复周家的浴室供应 我周玉山保证 以后我们周家 为您 马首是斩 回复浴室供应 很简 我一句话的是 多谢韩少 多谢 先别着急 回复浴室供应 没有问题 可是现在我还没有满意 要不 你在多山之后请几巴掌 山着山着 说不定我就满意了 韩少 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过分 我过分又怎么了 你周家 有什么办法 难不成 周家主要搞 暗杀内仇 我不明白 韩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你不明白 那好 我就好好说说 周家暗中培养了一支杀手集团 来除掉竞争对手 童儿坐上南省第一玉石世家的位置 我没有什么错 不可能 晴儿都不知道这件事 你是如何知道的 这不可能 不可能 在我韩明这儿就没有什么不可能 所以 周雨晨 你刚才是想杀我 韩少 没有没有 我对天发誓 我绝对没有想暗杀您的想法 我们周家道这部田地 都是旧游自取 不求韩少放过 但求韩少不要将此事陷入出去 否则我周家再先难逃啊 你最好不用暗杀五强了 否则 你会自食其果 是是是 都影响我食欲了 赶紧滚 是是 我们这就滚这就滚 韩少 那个杀手集团的事情 你不会举报吧 杀手集团的事 不光关乎你周家的名单 而且还关乎整个南省的市场 我不会嫌满 滚 好 我们赶紧快 谢谢韩少 明儿 嗯 怎么周家成立了一个杀手集团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明哥哥 你不会有危险吧 放心 没事 快吃吧 菜都凉了我都饿死了 爸 杀手集团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直到如今 有些事情 为父也不瞒着你啊 确实如韩明所说 我在暗中啊 他培养了一支杀手集团 虽然不知道 韩明是如何知道啊 但是他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让我离开 这个秘密不能泄露 只有死人才能闭嘴 所以韩家所有在场的人 都必须死 嗯 韩少 国际最大航线负责人汉克 我已经帮您约了 知道是您约他 汉克第一时间坐飞机来到国内 下午就能到 我们在云海大酒店见他 陈叔 地点你定 汉克到了通知我就行 口感细致如何 气味芬芳高雅 葡萄的香味如此明显 这是 产于北部喜马拉雅 大吉岭高原一带的 大吉岭红茶 上品中的极品 韩少竟然弄得到 那点茶也罢了 算不上什么稀罕种 大吉岭红茶乃是世界级名茶 国内一夜难求 还不是什么罕见之物 韩少人脉果然深不可测的 陈叔 周江那事办得怎么样了 回韩少 按照您的吩咐 已经全部安排托达 韩少 周玉山狼子野心 要不我直接让人 把它处理了 没事 一个周玉山翻不起什么了 韩少 我要你派一些人 密切给我监视 江家四母基金的动向 找到他们违法的证据 韩少 你江家的胆量 还不敢这么做吧 我怎么说呢 你怎么做就是 韩少 韩少饶恕 我不该质疑韩少 哦 对了 此外 再给我准备一些空客公司 以及一些假的合同文件什么 交给唐家 他唐家不是资本应做吗 那就让他一次运足够够 是韩少 是韩少 我这就下去安排去吧 去吧 四大家族 陈平 匹姬 前世你做的一切 我都会百倍还给你们 老风 这次厮杀 只能成功 不准失败 周老板丧心 杀人这件事 我们从未失手 走 爸 这次刺杀能成功吗 我这眼皮一直在跳 哼 少兴你兴 这冷风啊 是我每年花费一个亿养的 是集团里最强的杀手 每年不知道为我暗杀了多少竞争对手 这一次也一定能成 等他们都死光了 我们周家要以最快的速度 吞并寒家所有产业 届时我们周家一跃成为 男手最强世家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全省有头有脸的人物 都以我为尊 万宗超败 这一天我不知道等了多久了 下车下车 成了速速随我进去 韩明这畜生竟然还想让我挟全族给他下跪 我要亲眼看着他死 老风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没动手把韩明给杀了 没有动手更好 我要亲自把他千刀万挂 抱他如我之仇 谁给你 感到韩少不敬 不 又是谁给你的狗蛋 别扎我女儿 你韩少不敬 连你一样 韩少 你竟然叫他韩少 怎么 周家主 好像还不相信 韩明 你把他们收买了 不可能 你们都没机会接触 这不可能 周玉山在暗中培养了一个杀手集团 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 把这个杀手集团买回来 为我左右 韩少 周玉山暗中培养了一只杀手集团 他疯了 古往今来 因为拳前锋的人还少了 集团的手里有名字叫等锋 是一个极其看出利益的人 我要你给他一个无法拒绝的价格 让他为我所 之后只要周玉山 用这个杀手集团杀我 那么死了 一定是他 韩少放心 我一定以最快的速度去办 经过了 陈叔 周家主 我早给过你机会 你如果不用他们来刺杀我 现在什么事呢 只是 可惜呀 韩少 我错了韩少 这次我真的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绝对不会有下次了 你饶了我吧 以后叫我干嘛 我就干嘛 我就一定发誓 韩少 怎么这套说辞上次也得了 这次是真的韩少 这次我绝对不敢了 我真的不敢了 我给你磕头了 其实在动用冷风之前 我还真想 如果你们周家 不动用他来刺杀我 周家虽除名 但你们周家 亦有命可 但只要你动用 那你就 于死 你们周家 亦有命可 但只要你动用了 那你就 必须死 走吧 韩少饶命 奏周家主 去海底看行宫 韩少 韩少饶命啊 求求你 把我当个屁放了 我再也不敢了 韩少 我真的知道说了 韩少 别杀我 这一切都是臣病的错 都是他让我们骗婚 然后再掏空你们韩家的滋巧 韩少 我求你了 我对你很有用处 上一世把我淹了 这事靠错告你 走 滚 谢谢韩少 谢谢韩少 不想我 等会儿 借了 小龙子才那么借了 你们退下来吧 跪 想活命啊 就看你走票一下 我把周家的资产 转移到韩家名下 然后再跟下人说 我爸出去旅游了 行 别耍花牙 到时候我会派人去监视 好 谢谢韩少 谢谢韩少 韩少 这是周氏珠宝 股份转任合同 周一山签过字后 我们才送他去见海底的星空 做得不错 这是十亿 你们的奖金 派人给周家那边盯紧点 我不希望死了一个周玉山 就出什么乱子 韩少放心 我拿性命担保 绝不会出任何乱子 去吧 多谢韩少 能够被我用钱收买的 就能被别人用钱收买 是时候让父亲再试试 培养的雇佣兵团回国了 喂 韩少 国际最大航线负责人 汉克先生到了 韩公子真的好久不见 想死我了 我也想你 来 坐 韩克先生 我的情况 陈首富大概跟您说了 不知道您和您的家族这边 是怎么想的 韩公子 陈先生已经和我说了 我和我的家族 很荣幸 与韩公子这样的大家族合作 你们有句古话 是食物者伪俊杰 我的家族很是食物 至于林家 随便他们 那这样 汉克先生 提前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来 诸位 喝 真是累死人家了 韩少 你好难找啊 你来做什么 谁让你家 我当然是来找你的呀 人家知道错了吗 你就原谅我吗 韩少 你怎么在和一个外国人一起吃饭啊 韩少 你跟我一起出去吃吗 吃完饭 我们还可以一起过二人世界 谢谢 这么主动 必然和陈炳他们商量什么阴谋诡来想害我 我倒是想看看 你们能想出什么剑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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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韩哥先生 实在不好意思 看来啊 只能改天再要您吃饭 没关系的 韩公子我都懂 那我们就下次再一起用餐 嗯 韩少 那我们也走了 就不打扰了 走走走走走走 韩少 嗯 别着急嘛 韩哥哥 好 先喝杯酒吧 果然是个下头男 接下来只要把他灌醉 哼 朱蹄子 我迟早有天给你剁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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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死了 要不 你们两个来吧 别闹了 以后王总还要来找我的 林芝雪 他昨天是和你一起喝醉的 他明天醒来之后 发现和我们躺在一张床上 那能解释得清楚吗 那你们两个出去吧 完事以后 我不但要把他手给剁了 还要把他给阴了 对了 手机你们放好了没 别等这个家伙醒来以后不认账 你放心吧 都搞定了 走 好得很哪 三个贱人 都喝成这样了 还怎么干那种事情 海明 醒醒 海明 醒醒 算了 先把个衣服脱掉再说 竟然还有夫妻 你 可以啊 你要是天天动恋 嗯 海明 你没醉啊 我要是醉了 一会儿 多没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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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把她的脸打上马赛克 这份儿 林氏千金小姐的私密视频 得让多人忘了 韩明 你要干什么 连自己要什么都忘了吗 你们三个刚才说的话 只听得一几二重 韩哥哥 你说什么呢 还装什么 真当我傻 这不过是你们几个贱人 和陈炳的计划罢了 现在视频在我手里 你说怎么 你 嗯 你一开始就装嘴骗我是吧 对啊 而且我告诉你 我不仅装嘴 刚才跟我吃饭的那个汉客 是国际最大航线的副骨 我们已经达成了合作 以后啊 你们林家的贸易生意 准备出去吧 什么汉客 我不知道 你是什么东西 什么人都能认识 等着吧 你们林家之后 就是唐家和江家 还有陈炳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喂 韩少 陈炳带了一大批记者过来 你还在酒店里吗 陈寿陈寿 各位 我这里有一条最新的消息 韩氏集团新任董事长韩明 私下接了 林氏千金林之雪的婚书 然而现在啊 正在楼上 六零九房间 开房呢 陈少陈少 韩氏集团董事长 不是在宴会上 选了一个夏天人为妻吗 怎么又私下接了林千金的婚书 难道他在宴会上的所作所为都是装的 陈总陈总 请问消息来源是否可靠 消息来源 十分可靠 海盗一定能活包圈王 那还等什么呀 奔冲快冲啊 走 快快快快 还生 要拦住这些记者吗 没事 让他们上来 文大小小 一会记者上来该怎么说 不用我叫他 韩明 你就不怕我跟你鱼死网破吗 哎呀鱼死网破 我想想 这个酒店现在也不是你们里家的了 如果想清除监控视频 不过是我一句话的事 而且啊 视频里看得清清楚楚 是你们三个贱人在算计 明白的人一下就看了 拿什么东西跟我鱼死网破 韩明 你怎么来了 别别别别别别别过来 狗东西 算计我是吧 我让你算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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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手 你下来了 啊 陈生 今天酒店的监控全部维修 从早到晚的监控全部上 你请自己控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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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做 我我做 狗东西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牛做了什么 啊 咱们慢慢玩 你发现 啊 我会让你 一点一点感到绝望 你记住了 啊 是一点一点的绝望 董事长 这是我们集团 这个季度的业绩报表 各部门联合起来的总业绩 达到七千亿元 比上个季度增长一千亿 季度业绩七千亿 放眼国内已经算是顶尖了 但是在整个国际 还是不够看 争取突破万一 世界排行第一的企业 必须是我大下国的 我相信韩式集团 在董事长您的带领之下 一定可以成为世界第一企业 董事长 这是周氏珠宝的季度报表 该季度总业绩 只有一千万出头 周氏珠宝作为四大家族之一 这个业绩有些少了 打电话给周晴 叫着他带着周氏珠宝账本过来 是 韩上 昨天您让我监督酒店删除监控 有一段或许您会感兴趣的路下 我保存了下来 这个男的就是王家投资地皮的投资人 王丰 是 因为地皮是重度矿彩区 江家又没有资金返还给王丰 所以江有碗 就在昨晚伺候了王丰一夜 只是没想到啊 他们两个在电梯里就开始了 展叔 这个事干得不错 把这个视频处理一下 发出去 让他们的粉丝看看 他们追得行 私底下 沈碰碰的风色 是 韩上 我有没有说过 私下没人的手 让我什么 这 主人 视频好看吗 我告诉你 这个视频马上就会传遍整个娱乐圈 所有人都会知道 一线当红小花 江有碗 私底下的生活有多么的混乱 这就是与我含鸣作对的下场 你 主人 人家不敢和你作对 人家已经知道错了 不敢和我作对 还记假账 你是不是觉得 我在你们周氏集团里 没有人呢 主人 我 我不知道 这周氏珠宝的财物 都是我叔叔负责的 我不管是谁负责 三日之内 周氏珠宝该有多少钱 全部带到我韩氏集团 陈炳 你别搭了个死人脸行吗 你看这个是不是大明星将忧啊 这腿啊 再说了 只要我们能瓜分了韩氏 去了国外 还怕支不好你的腿吗 我也开心一下 你谁啊 来人 江一婉 你被人拍了 韩绍果然是好手段 怪不得年纪轻轻 就继承了韩氏集团 只是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断我林家的生意贸易 难道你就不知道断人财路 如同杀人父母吗 人家主带这么多人来 是想要吓唬我 吓唬他不上 只是你断了我的财路 弟兄们没有饭吃 找你要个交代 四大家族狼子野心 想用婚书骗我韩家 而你林家更是首当其冲 还有什么资格问我要交代 我给过你交代 林家生路尽断 这 就是我给你的交代 韩绍 我最后给你一次忠告 要么你放过林家 要么 让你死 林家主 我也给你一个忠告 赌人呢 不要在别人的地盘上赌 否则呀 会显得你狠 呆 赌人呢 不要在别人的地盘上赌 否则呀 会显得你狠 赌人呢 都是独一无二的 你娶了她 我们两家结了良缘 从此 我给你打下手 这岂不是美赡 实在不行 我女儿给你当小妾也可以 我一次听说 让自己女儿给别人当小妾 不得不说林家主 可真是厉害 韩绍 这个资格 只要你放我一条生路 别说我女儿 就是我老婆 也能伺候你 林家家主 你若堂堂正正跟我商战 我还能高看你 可你不但用阴谋诡计 还送女儿 送老婆 现在滚 你没有资格和我谈 不给我活路是吧 你也 不给我活路是吧 你也死 把他们都给我拿下 打电话给你们林家能管事的人 告诉你 林正在我手里 若是想让她没事 带着林家股份的主张书 来这里找我 夫人 家主出事了 韩绍让你带着公司 转让协议过来 负责要自票 林家主 夫人多好 接了电话二话不说 就拿着股份合同 可是你呢 你还是人呢 老公 你怎么样 韩绍 我把股份协议拿过来了 你放了我老公 林家主 这么会享受的 亲取的吧 韩绍喜欢吗 韩绍只要放我林家一条生路 来 多大 是我 是我 雷林家主 贵夫人比我还年轻啊 她是不是还没有你女儿大呀 我问你 平时你女儿怎么称呼她 我问你啊 平时你女儿 怎么称呼她呀 这份股份转让合同 只有百分之二十 你在玩我 这是 这百分之二十是我的股份 其他的股份我没有权利挪用 你这是在玩我 林家主 就想当一个躲在女人屁股后面的哑巴是吗 韩绍 你想拿走我的股份 没门 哎呀林家主 你这个人 一会儿说要送女儿送老婆 一会儿又这么硬气 这样吧 我出钱 满你手里的股份 毕竟千亿的违约金 你也支付不起 出售股份 是你最好的选择 没耍花招 我还持有百分之六十的股份 按照市场价 你要买 最少四百亿 哼 分转让 公司属于亨鸣 债务也有到她的肚子上 我要再有这四百亿东西再起 你给我等着 老子就不信 栽在一个房子身上 这样吧 我让人你一份 股份转合同 然后林家主签字 签完字 你就可以拿箱子 不行 我先看到钱 行 你去你一份股份转让合同 然后拿个POSE机来 给林家主 验卡 是 我的股份 也要钱 不是 她给你为了什么要 这么笑着她 这是我的股份 我自然要为自己要钱 贱人 你的股份不是我给你的吗 你一个反应都没有的废物 我跟着你 给我这点股份怎么了 我还以为啊 是什么真爱的喜爱 没想到 也是庄 林家主 要我说呀 把这个合同签完之后 拿着钱 什么样的女人找不着 虽然说 没什么法 再多的女人也没有用 但是 你起码有钱 好 把这个给林家主 让你把自己 真的有四百五十一 谢韩尚 我现在就签 林家主 自签完了 可以走了 谢韩尚 两个剑 跟我打 跟上去 找个没人的地方 把他取过来 是 韩尚从一开始 就没想让林正 拿着钱离开 是啊 不过 林夫人您怎么办 摊牌了之后 林正还是会找你麻烦 韩尔 韩尚这么英俊帅切 肯定不会让林正 报复我的吧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韩尚 你会输留人家吧 那倒是要看看 我们林夫人的技术 哥 哥你在这儿呢 秋雅姐姐来了 我们想去游乐场玩 你陪我们一起吗 去呗 别闹了 林哥哥还要忙工作 我们不能打扰他 林哥哥 我们没有打扰到你工作吧 没有 傻瓜 怎么会呢 当然没有 一会儿啊 我跟你们一起去 怎么样 嗯 那就好 好 那个 小雅 你先带韵尔下去等我 我这边事情弄完就下去 好 那我等你啊 哥你快点 哎 嗯 那个 林夫人 这个大厦里面所有的商场 还有健身房 咖啡厅这些业务 都交给你来打理 呃 然后呢 我们这儿还有成熟的安保系统 可以保证你的安全无恙 没什么事儿 我就先走了 过山车真的太刺激了 你没事吧 去你的商修修 明哥哥 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我连坐个过山车都能这样 没有 你很可爱 真的 秋雅姐姐更适合做旋转木马哦 要不哥你带着秋雅姐姐去做旋转木马 然后 花账 刚收到消息 周小姐以您的名义 向周氏集团副总 收回缺少资金 不但遭到拒绝 还被打了 你是说以我的名义 回收资金被打了 周氏集团副总周金山是吗 他这么嚣张 是 周氏集团股份 在周金山手上 还有百分之二十 没有转到我们集团 小雅 你带着月儿先玩会儿 我去处理点事情 嗯 明哥哥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你千万别逞能啊 哥 加油 打包他们 走 带车 去周氏 是 小琼啊 你说你啊 明明我们才是你家人 为什么要跑去帮韩明小子 他能给你什么好处 哎 人心不明白 他只会吞掉我们周金 吞掉我们 周氏珠宝 哦 懂吗 韩明断了我们周家所有玉石供应 整个天都没有一家玉石供应商 肯跟我们周家合作 没有了玉石 我们周家什么都不是 不像韩明低头 难道等着他把我们周氏全部摧毁 然后 我们无家可归吗 放肆 怎么和你叔叔话呢 啊 我现在发现你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 真是没大没小啊 弱大一个天都 如果我周家不做玉石生意 那别的生意就做不了了吗 啊 韩石集团 他想一手遮天呢 这手遮天谈不上 但是区区你们周家 我还没有放在眼里 周副导 打狗还要看主 这个道理 不用我多说了 你骂我 就是你的狗是吧 我跟你说啊 你看看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别给我太嚣张 我的狗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 就比如说 那种挪用公款 拿去跟泡菜人玩赌的废物 就不配当我 你 你怎么知道的 周副导 你的事 我知道的还不少 周副导和周氏集团的总财务 关系艾美 私自违法 挪用周氏资金一千两百亿 别别别 不是 别说了啊 前世 周金山和总财务开房被老婆抓到 还因此查出了挪用公款一千两百亿 周副导 我所知道的任何一点 都足够让你吃老饭 没有 海赵 你 你放我一马吧 你放我一马 我 我爸 周氏组胖 百分之二十股份都转着给你 我还不想吃老饭 所以都是真的 你真的背着我爸偷偷挪用公款一千两百亿 你闭嘴 你赚那么多钱干嘛 做死战啊 你把这些蠢货 哎哟 海赵 我求你了 放我一马吧 你要放我一条生命 我马上 就离开天堂 离开周氏 好吗 周副导 我还是更喜欢 你刚才嚣张的样子 您误会了 那哪是嚣张啊 平时就习惯了 哎呀 我不敢 我不敢 我不是嚣张 我真不是嚣张 周副导 你手上应该还有周氏资金 大概八百亿 这样 十分钟 我给你十分钟时间 把所有的资金 转到我韩氏名下 否则呀 就跟我韩氏的律师团队去谈 我韩氏律师团队 自公司成立几十年来 大大小小几千厂官司 从没有过败金 周副导 自己开始办吧 好 好 我马上打 我马上打 喂 打钱 大大大 韩氏集团账户 快点 韩氏 转好了 董事长 集团账户刚刚到账 八百六十七亿资金 请问是周氏珠宝 缺失的资金吗 对 行了 周副总 钱已经到账了 签完股份转让协议 你就可以走了 好 谢谢韩氏 我这就去签 股份转让协议 周强 你的能力我很担忧 要不还是 送你去你爸爸俩吧 那你赴你团聚 韩氏 虽然我业务能力不行 但是 我那方面 你不是很满意吗 董事长 这是您昨日 让保镖从林家家主 手里取回的卡 里面有四百五十亿 一分不少 嗯 林家主人怎么样了 人没什么 只是林家 无法支付高额违约金 别墅 汽车等资产 全部都被抵押 转告林家剩余的股东 如果不想支付 违约金的话 就把手里的股份 全部转让给我们韩氏 等韩氏完全 接手林氏之后 我会让陈叔 协助你 全面恢复林氏的 国际贸易航线 面向全新的伙伴 进行合作 是 我这就继续通知他们 陈炳双腿残废 周氏完全由我掌控 林氏已快了 接下来就给江家和唐家了 韩少 唐氏集团和江氏集团 似乎已感受到了危机 唐家人和姜游丸 都找人定亲联姻 恐怕是为了防止我们 对他们出手 联姻对象的情况调查清楚 查清楚了 唐家人联姻对象是 高明武 来自护上 背靠高家 掌握国内最大的安保集团 出行最少有一车保镖跟随 这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 高明武很早之前 就喜欢唐家人 为了这次联姻 他答应唐家对您出手 护上高家 安保集团 只不过是一群七行霸士 敲杀勒索之徒罢了 这群该死的人渣 当年若不是他们 我爸也不会身上留下晚期 只会应变其事 但想之后再收拾他们 既然他们送上门来 那就跟唐家一起收拾 江家呢 江家是和谁联姻 江家联姻对象是头城 陶家老二之子 陶氏集团以银行为名 旗下的天都银行 在国内除了四行之外 名列第一 但是天都银行 这个季度为陶氏创造的净利润 就达到了三千亿 唐家和高家就算 可江家是怎么攀杀陶家的 难道陶家真的会为了一个 画面新闻到处飞的小花 和我韩世走对 好像陈炳和陶城认识 不过陶城只是陶家老二之子 应该还无法代表陶家 但如果陶家和高家都要对付我们 韩少 恕我直言 我们恐怕不是对手 是 如果是以前 我肯定不是对手 说不定还会重蹈覆辙的 掉入陈炳的陷阱 但是现在 对了 我让你准备的空壳公司和陷阱合同 怎么样 还有 对唐家那边监视 都弄好了 有两份合同 唐家已经签下 我们掏出资金三十亿 并且密切监视唐家 但是目前 还未发现唐家的犯罪证据 陈叔 这段时间再信不及 等我完全掌握了唐家和江家的密码 你就是难舍真正的化石 为韩少办事 是陈蓬我知性 没事 去吧 好 喂 高少爷 唐少爷 这杯我敬你们安慰 陈炳 你也是不愿意啊 这都坐上轮椅了 还要陪我们几个人在这喝酒 过大学的时候 一个样 陈炳少爷 我将游晚真心祝福你俩 我将游晚真心祝福你俩 你们两个愿意 这个人敢和我这样说话 来 陈炳 干杯 有高明武这个疯子出马 韩明必死无疑 有高明武这个疯子出马 我将游晚真心祝福你俩 我将游晚的疯子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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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过来啊 没有我 你赶紧找人帮帮他 家人都发话了 还不去帮那个废物 安明 都这样了 你还笑得出来啊 护上高家的形式风格 还真是让人难风丧难的 来之前我就听说 韩氏集团长群人 年纪轻轻 才华和能力 还兼备 如今看来啊 确实还有点意思啊 让这么多人包围 脸色的不便宜啊 若是换做平常啊 说不定我还能教你这 若是换做平常啊 说不定我还能教你这 但可惜啊 你惹了我家家人 所以呢 你真有意思 我静止一条汗 现在跪下来 陪我和家人磕三个小头 我就考虑啊 给你轻松一下 然后你可以说一说 你的遗言 啊 比如说 你那可爱的妹妹 在死后要偷付给谁啊 哈哈哈哈 高少爷的口味 还真是狼特 你不知道唐小姐是光头 而且 她组织供应别人了 啊 还有 还有陶上 你难道没有看过 丹红小花姜油碗 狼特食品 啊 我明白了 你们二位 就是喜欢吃别人剩的 韩明 你别血口喷人了 我是光头不假 但是我从来没有勾引过别人老公 韩明 别在这诋毁了 我家家人手身如玉 光头 光头也只是为了方便更换发型 出席各个宴会而已 韩明 你除了会污蔑还会干什么呀 你那些手上的视频 无非就是您挨合成的把戏而已 诚哥哥 你快帮人家解决了他 韩明 我的女人你也敢污蔑 生死 江一婉 最近呢 闲来无聊 买到了你和别的老总的视频 哼 哎呀 你说说 多不注意 都被人给录下来了 诚哥哥 你要相信我 那是假的 谢 韩明 今日 他人必定十倍奉唤 嗯 那我就等着掏手 哼 韩明 没想到死到临头了 还能让我看这么一出戏 韩明 我敬你是一条汉子 你现在呢 跪下来 给我和家人磕三个相对 我就让手下给你个痛快 你们就这么确定 请问我避死我 韩明 你可真是混混顿顿分不清楚形势 你现在已经这样了 任你三头六臂 也逃不走了 刚少爷 我请求把他交给我吧 我要把他大喜马快 让他感受生不如死的滋味 准了 韩明 韩明 没想到吧 你小子居然落在我手里 你几乎去高位 欺人太善 在众目睽睽之下侮辱我 你根本能想到有今天吗 陈炳 你还在那儿费什么话 找人把他拿下 然后扒了他野猪子 捡了他的舌头 时间 差不多 韩晟集团领军 携全团兄弟 参见韩晟 参见韩晟 父亲当时在国外守护矿场安全 两个雇佣兵团 是我韩家一大 前世被陈炳他们给发现 阻断我与他们的联系 否则 我又怎么可能落到那种下车 这一世 一切都不会来 都起来吧 谢韩晟 谢韩晟 现在 你们真的被我抱着 韩明 你想怎么样 韩晟 刚才我跟你开玩笑的呢 你不会 动真格的吧 韩晟 人家就是 开个玩笑 是吗 你们也和我开玩笑 韩明 我不信 你敢杀我们 虽然我们四大家族的势力 没有你韩家大 但是 护上高家 你敢动我 我跟明武已经定亲了 你敢动我 你真的敢挑战高家的威严吗 哼 我就不信 你敢碰我唐家人一根寒毛 韩明 想好和我高家 做对的代价了吗 你们四大家族呢 在我眼里 不过是蚂蚁 而高家 在我眼里 不过是大人 你说 我为什么不敢 猜此一只蚂蚁 韩少 我信 我信 你把枪拿走 别让她走火了行吗 可是 唐小姐说 我不敢杀她 臭胡说 韩少 韩少 我信你敢 韩少 只要你不杀我 我什么都能给你 行不行 哼 告诉你 真的什么都能给我吗 韩少 什么都能给 我什么都能给你 行不行 只要你不杀我 叶军 在 派人把高少也带过去 然后 好好问问他们高家 有没有做什么 唯苦乱忌的事 是 韩少 你 你 这个不能给 韩少 咱们换一个好不好 韩少 这个真不能给 韩少 咱们换一个好不好 韩少 你 你们两个 刚才说要撕烂我的 掌断我的 自知 误会 韩少 我错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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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跟我计较 别 别 别 啊 疼吗 疼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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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兵 你还真的是能去暖城 啊 啊 还不疼吗 啊 哈明 你也太过分了吧 哈 哈哈 哈哈 小军被我逃了 废话 以后就等着上街亲吐啊 到晚 我要把她的血统割定 姐姐忘了你啊 就轮到你那个妹妹了 想想她那个脸蛋啊 我就抱不期待呀 宇军 把陈柄四肢给我废的 是 把姜油碗和唐佳人 都带回酒店 是 带走 放开我 放开 韩明 你想干什么 我跟你说 这样做对你没好处 你和姜油碗 互相扇对方巴掌 谁先给对方打倒谁就赢 输了的人 江文 你想干什么 这是韩明的奸计 他不敢对我们怎么样的 江油碗 你作为一个一线小花 虽然说是被捧不上去的 但如果脸上多了一道高巴 唐佳人 只要我帮你打倒 我就可以走了 你忍一下吧 精彩 唐佳人 你个贱人 我打扰的你 韩明 韩明 我已经赢了 我可以走了吗 你赢了 怎么了 谢谢韩瘦 谢谢韩瘦 杭小姐 被打得爽吗 韩明 我们四大家族到底怎么拟了 你要这样对我们 韩佳人 你还敢问我 你们四大家族对我做了什么 你们联合起来骗婚 还想掏空我韩家所有资产 想置我韩明 和韩家上下于死地 还问我对我做了什么 你们这群贱人 不过 周氏和林氏的所有资产 都已经归我韩氏所以 接下来 就轮到你们江家和陶家 我说过 四大家族 南省除名 陈少傅 我唐家跟高家联姻一事 相信你也知道 唐家中有话不妨直说 陈少傅 既然如此 我就开门见山了 我唐氏集团董事长 唐明 邀请你加入我们 共同对付韩氏集团 高家大少今晚 就准备对韩明动手 相信这个时候 我们天都 最年轻的 韩氏集团董事长 恐怕 已经成为失手一锯了 而且我还要告诉你 我女儿 我女儿 家人 近几日 签约二十多家潜力公司 不出一年 就能盈利超过千亿 即使我们唐家 必将位列 天都至少 要说天都四大家族 你唐家的实力 当什么侨主 但你知道你们唐家 为什么只是 天都四大家族 而不是南省四大家族吗 都是因为你们没搞清楚 谁才是天都的王 谁才是南省的王 你真的以为 商业天才的名号 是谁都能带的吗 飞车 带我和唐家主 一起去英海大酒店 看看谁才是一具尸体 陈叔 怎么这晚才来 韩少 来之前 唐家主找到我 临时耽误了 还请韩少不要怪罪 没事 不可能 家人和民武 明明带着人来这里了 你怎么会没事 怎么会没事 唐家主 看来我还活着站在这 你很失望 老明啊 和韩寿作对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有没有那个资格 韩少 听唐明这个该死的东西说 高明武带着人来找你 你没受伤吧 有李团长在 我很安全 只不过被一些臭臭 耽搁了给兄弟们 接风洗尘 唐家主 周贾和林家已经到了 别着急 马上就会轮到你们唐家 韩少 按照您的吩咐 饭菜已经备好 现在是否上菜 上菜吧 李军 是 叫上兄弟们 跟我一起喝酒吃肉 是 兄弟们 喝酒吃肉啊 走 是 是 高家主 陈叔 让你准备的陷阱合同 现在怎么样 韩少 已经准备妥当了 总共安排空壳公司 一百零一根 成功数量二十八个 陷阱合同 亦会让唐家 碎着近三千亿元 只等您一声令下 就能让唐家 股价暴跌 因高额负债 面临破产 不过 唐家和高家联姻 此事 高家恐怕不会 袖手旁观呢 喂 高家的事 我自有办法解决 宣布下去 可以收网 我要让唐家 一觉醒来 就收到这个 天大的惊喜 三千亿 三千亿 你说这唐家 本就资金渐兆 这一夜之间 他们连续亏损三千亿 想想吧 都让人难过呀 来 来 你是说 我签的二十八个 二十八个潜力公司 在一夜之间 全部注销 化为乌有 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问你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二十八个潜力公司 都是空客公司吗 爸 我 这 不就是我唐氏集团 大名鼎鼎的 商业天才吗 我只睡了一觉 一觉醒来 唐氏集团股价暴跌 此财务 欠占三千亿 三千亿啊 非 要不是你没高手看听 高家 能辞助我们唐家 两千亿环节危机吗 就这一次 我唐家 就毁在你的手里 我立刻去查 到底是谁在背后 算计我唐家 但查到 我一切代价 把钱给我拿回来 董事长 林氏集团所有股份 已经转移到我们 韩氏集团名下 原先的高额违约金 在和合作商商量过后 双方都愿意 取消收取违约金 希望和由您带领的 韩氏集团 达成长久合作 不错 辛苦了 艾米叔 不辛苦 只要能一直追随 董事长您的脚步 艾米做什么都愿意 艾米叔 你太谦虚了 集团能走到今天 你功不可谋 董事长 其实我 韩少 唐家果然如您所料 股价暴跌 背负高额负战 不过 高家好像要支援 唐家两千亿 如果是这样 陈首 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不不不 陈首 那个我跟艾米 就是正常上下级关系 董事长 陈首夫 我先下去了 不是 你别走 不是你这样 这样我 更解释不清楚了 姐姑娘害羞 喂 韩少 关于高家的一些 违法事迹 高明五都说了 好 我马上就到 说不说 我 韩少 我什么都交代了 请请你放了我 高明五交代的事情 都在这只录音笔里 另外 这部手机里 还有高明五带领 保不了打人的视频 我都掌握 我为了商业竞争 带着手下 把敌队集团的 都市长一家 全部害死 尸体就埋在 高市建筑的 大桥下面 我爸 李军 你亲自去办这事 我要你一天之内 找到尸体 是 将高市安保集团的 罪名落实 我看他的行情 还怎么犯事 韩少 给我一口吃的吧 我好饿 我已经知道错了 这不就你了 想吃东西 给我一口吃的吧 好 你可要张嘴接住了 要是接不住 可就没了 我还有机会 我要活下去 我还能用到 弄死韩明 我要弄死韩明 陈炳 前世你对我做的一切 到现在还没有偿还清楚 我一定要让你一辈子 都只能坐在轮椅上 然后眼睁睁看着 我把四大家族灭掉 让你绝望 陈炳 陈炳 好好跟这个狗东西 说一说 我们未来的计划 以及 四大家族的结局是什么 你们还真是 楼椅敢于日月整回啊 四大家族中 周家和林家 所有资产 已经全部归为 韩氏极端 而就在昨晚一夜之间 唐家也因为 韩绍 堪成鬼谷之谋略 背负三千亿外债 股价暴跌 你们所仰仗的高家 也在刚刚 由高明武 亲口承认的罪名 面临牢狱之灾 糕点真好吃 糕点真好吃 韩绍 我还要吃糕点 叫人 拿东西给他吃 是 就算我没有手 没有胳膊 但是我有脑子 有脑子也要杀了你 韩鸣 我一定要弄死你 韩鸣 鸣儿 嗯 我听说 唐家和高家又要联姻 江家和陶家也要联姻 是不是他们要联合起来 要对付你啊 妈 这事你放心 这唐家和高家 我已经收拾过了 江家和陶家不成器了 伤害不了你儿子 我哥那么厉害 那些人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胡说 陶家财力可不弱于韩家 怎么不成器后了 明儿 马天你担心 实在不行啊 咱们就去陶家 拜访一下 啊 江夏联姻的呢 是陶老爷子的二儿子的儿子 二儿子一家 平时就只会吃喝碗的 不受陶老爷子代解 而且陶老爷子这么明事里的人 不可能帮着江家 对付咱们韩家的 但是 这样能行吗 妈妈呀 眼皮天天挑 心也不安 这样 咱们不去道歉 请她吃顿饭 探探她的底 这样啊 妈也安心了 行 听您的 我们啊 就跟他们吃个饭吧 嗯 你快吃吧妈 好 来吃 小阳 还没睡 明哥哥 你这段时间辛苦了 因为我 要对付四大家族 你把林家和周家 都收拾了 一定辛苦了吧 没事的 不过四大家族而已 有谁啊 要是敢欺负咱们小雅 不管他什么四大家族 还是五大家族 我都不会放过 而且啊 有些事情 也是四大家族 咎由自缺 那我们睡觉吧 小雅 你的意思是 我知道明哥哥这段时间 一直呵护小雅 因为小雅 你都辛苦坏了 所以我想 好害羞啊 小雅 你确定吗 明哥哥 你不要问了 但是 但是我愿意 好 其后 我只爱你一个 爱秘书 新闻有说高氏集团的事吗 是 高氏安保集团 因为受到举报 于昨日展开调查 根据嫌犯所描述 是受到高家家主之事 高氏最终以 多项罪名 被判处终身监禁 高氏安保集团 则被其他多家集团收购 唐家也因为失去资金支援 重新面临破产 那这么说来 唐家一定会破产 是 南省之内有您的发话 没有任何企业 敢与唐家合作 恭喜您董事长 四大家族 已经要灭掉三个了 只是四大家族而已 虽说灭掉三个心情不错 但是你记住 我们韩氏的目标 是走向国际 为大家争光 爸 高家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 在灭掉四大家族 和陈家复仇之后 就会带着您的愿望 带着韩氏 走向国际 为大家争光 至存高远 身形无碍 不愧是 韩氏集团的领袖荣 爱了 董事长 您放心吧 我一定会教您的话 牢记在心的 行 爱秘书 你先去忙 是 韩氏 你怎么这么久 才来找人家 好 林夫人 如果您想继续经营 这栋大厦的话 就给我挣扎的 否则我会让你和 林家主一样 因公司破产 而流落街头 韩氏 怎么了吗 人家不好看吗 我现在是有夫人的人 好吗 夫人 你是说你 宴会上要娶的 那个下等人 你之前没有夫人吗 怎么现在 要去人家里之外了 以前跟现在不一样 林夫人 我一直觉得 你只是贪财 而且没有做过 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所以才留了你 若你以后 在我面前 搔手梦子 我不会留你 不 不 不可能 高氏那么强大 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呢 不可能 这是假的 爸 怎么了 高氏集团出事了 这 这 这不是真的吧 一夜之间 又他妈的是一夜之间 这个该死的韩明 他到底有多大本事 千量强如高氏 这样强大的存在 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北车 去见韩明 爸 我们去找他干什么呀 我们当务之急 就是把债务还清 还清债务 三千亿呀 现在整个天都 除了韩明 还有谁有这个能力 帮我们唐家呀 你 跟我一起去 去求韩明 饶过我唐家 爸 你在开什么玩笑啊 我唐家人就是死 也不会去求韩明的 走 跟我去 爸 爸 走 董事长 唐家主和唐小姐来了 爸 韩少 唐某今天给您赔罪 给您跪下磕头 求您 找我们唐家一条生路 爸 你 磕头谢罪是吧 不过我似乎 早就跟唐家人说过 要他携全族 向我下跪磕头 方有一线生机 怎么来的 只有唐家主一人 爸 给韩少跪下 磕头道歉 我就算是死 也不会给他盗窃 给他磕头的 困扎 非要我打得你跪才好吗 唐氏集团 就是因为你 欠下了那么多空壳公司 才有如此危机 你不应该给韩少跪吗 唐家 赢你欠了三千余去资 如果无法偿还 一周之内 我唐家就会倒闭 天都在乎我唐家的名字 为了唐家 为了你欠下的三千亿 今天你必须给我跪 如果你敢不跪 我就打断你的腿 韩少 跪了 我们都跪了 这下 你可以让我们唐家 一条生路了吧 唐家主似乎不太明白 什么叫全族 不过就算明白了 也没有机会 机会不等人 从你们向我 韩世宣战的那天起 就从你们身边溜走了 爱秘书 送客 是 唐家主 唐小姐 请吧 韩明 我告诉你 我唐家人 绝对不会给你道歉的 而且我们唐家 绝对不会倒的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唐家人 不是谁都可以欺骗的 爸 我们走 爱秘书 帮我约见一下 陶老爷子 就说 他天都银行 想打通国际市场的事 我能帮他 是 陶老爷子 身体健康 你上座 陶老爷子 商界传奇 未来几年会带领天都 打通国际银行 在国内成为知名人物 但现在天都银行 想出海困难重重 我若是帮他 不但对韩世有益 还能收获不小的人情 韩少 果然不是一般人啊 这么年轻 就能掌管了 弱大的韩世集团 还能做出一番事业 听过讲 这不是我那个 不争气的儿子 所能比的 韩少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 你呢 父亲 真的对不起 但是国际那帮人 太狂妄了 根本就无视法律 并且 当地执法 他也不管啊 好了 今天不听你 为你的失败解释 咱们找韩少 是为了让他 指出一条明路 韩少 电话里所说 是真是假 你怎么能帮到 我们淘家 陶爷子 如果我没想错的话 你们淘家的天都银行 想走向国际社会 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 国内不比国外 所以安全性得不到保障 而且国外的一些企业 还会联合起来排挤大侠 这就是你们天都银行 无法在世界上立足的根本 韩少说的不错 这就是我的心病所在 你们韩氏集团 和我们淘家 都是国内百强企业 业内呢 也处于顶尖 按说接下来 自然要打出国际 去挣外国劳的钱 也算是养我国位 可现在看起来 没那么简单 韩少 不知你有什么好主意 能帮助到我呀 陶老爷子 不瞒您说 在我父亲没有过失之前 他就秘密地派我们 韩家的一家子公司 驻扎海外 所以呢 在外面 我也有比较丰富的人际关系 而且 我还有一家 特别成熟的安保公司 可以为陶老爷子您 您进军海外的计划 保驾护航 韩氏集团 真是了不得呀 现在就已经 在国外打下根基了 老头子 佩服 佩服 不过韩少 你这么愿意帮助我们陶家 一定要有什么条件吧 好了 爷子 要不说呢 和您实话实说 我确实有两个条件 这第一个条件 就是我韩家 想晋升为世界级财团 所以 我希望在我们需要的时候 您陶家的天都银行 能在最大程度上 集我们资金的支持和帮助 韩少 你刚才是说 你们韩氏集团 要晋升为 世界级财团 据我所知 要想晋升为 世界级财团的 基本标准 家族资产 至少得是 百万亿啊 难道说 陶老爷子 你想多了 我韩家呀 距离百亿还差很远 毕竟啊 那些世界级财团 都是从中世纪 就流传下来的 古老家族 像我们这种人 怎么比得上 我本以为 咱们大夏国 真要出一个 真正的传奇 不过呢 也不是没有机会 毕竟我们韩家 现在的全球总资产 已经达到了六十万亿 韩少 你是说 韩氏集团的家族总资产 已经达到了六十万亿 那可是我们唐家的 二十多倍啊 不错 我们韩家呢 现在确实有六十万亿资产 如果 能与您陶家这样的 商业大家进行合作 那我韩家的总资产 肯定会持续上场 韩少 我能问问 你们韩氏集团 都做些什么吗 六十万亿 在国内 可是数第一的了 陶老 您太想瞧我们大夏了 就我们韩家的六十万亿 也就勉强能排进前世 至于你问我韩家做什么 我这么跟你说 您身边所用的一切产品 都有我们韩家的产品 不过 我韩氏集团 至今没有一个 靠谱的银行合作 所以呢 我才想帮助你们天都银行 让我们成为最好的合作伙伴 我本以为 我们陶家 有国内四大行之外 在国内顶尖的银行 至少不比你们韩家差 没想到啊 你们韩氏集团 现在是我们陶家 只能仰望的存在了 惭愧 韩氏 我想问问 你怎么就那么相信我们呢 按说以你们的实力 完全可以找到 比我们更有实力 更强的银行 因为你陶老爷子 在后世全球金融危机 因为民众快要饿死至极 愿意拿出 陶家几乎全部资产 支持国家 支援民众 而那时候被陈炳 联合四大家族 被害得上街乞讨 就是因为你们的这些支援 可以吃到极端饱饭 陶老爷子 如果我说是因为我母亲 你相信吗 我们天都的江家将有晚 要和您二儿子的儿子 也就是您的孙子 陶城定期 我发誓要灭四大家族 我母亲单亲和江家 联姻的陶家 对我出手 于是今晚在此 宴请您的二儿子一家 向其赔罪 所以我要请陶老爷子 亲自出 向我母亲解释一下 以免他会担心 没想到 韩绍如此注重孝道 韩绍请放心 今晚我那二儿子 要敢为难你们 我加法伺候 好 敏儿快来 快给你陶叔叔敬酒 陶叔叔 不好意思 临时有事 来吃了 这杯我敬你 我听说 你当众曝光 江油碗 不雅视频 让我儿子当众难堪受辱 陶叔叔 您误会了 我呀 也是怕陶城被骗了 毕竟娶那种女人的话 婚前还好说 这婚后啊 可能孩子是谁的都不知道 够了 王阿姨 这就是你说的道歉吗 看看你儿子态度 你们韩家 是想遭受我们陶家的怒火吗 陶少 明儿年轻 说话耿直 不要介意啊 什么 耿直 你的意思是说 你儿子说的是对的 错 错都在我是吗 王红英 你怎么生的儿子 还真是随你一样 没有脑子 四老太婆 你说谁没有脑子 你才没有脑子 你个小贱户 你再说一遍谁没脑子 你没有脑子 够了 我们陶家 是有素质家族 不懂吗 王红英 小孩子没有礼貌 大人应该有担当吧 你喝了这杯酒 这事我们就算完了 你们几个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过分又能如何 你这个臭小子才多大 就接管了韩氏集团 现在无力了吧 韩氏集团 现在已经没有了主心果 那么韩氏 还想与我们 逃势作对 后果会怎么样 知道吗 明儿 别胡闹了 骂酒量好呀 这一杯酒不算什么 今天这酒 也不能喝 你们这群家伙 我哥是不会绕了你们的 天什么乱了 看来我们韩氏 是很有孝心的 保护妈妈 很好 那你就自罚三杯 明儿 你让妈替你喝 哥 我也能喝 你们都别喝 没事吧 明哥哥 萧衙也想有点作用 妈 月儿 夫人走走 三杯喝完了 这样可以了吧 这三杯酒是赔醉酒吗 韩氏呢 迟到 还应该啊 再发三杯 再喝三杯 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你们这群家伙 是不是以为我们韩家好欺负啊 哥 快教训他们呀 明哥哥 我还能喝 今天这酒 你们都不能再喝了 答应我啊 陶友志是吧 都说看子敬父 这些话 只能用在你们父子身上 因为 你和你儿子一样 都是孽障 我就不明白 陶老爷子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 和他这样孙子 韩明 你个狗东西说谁是孽障 我爷爷最疼我这个孙子了 信不信我一个手指头 就把你们韩家都灭了 就是 一个寡妇 一个寡妇的儿子 还有两个贱人 你们真不知道 陶家是什么人了 反了你们了 陶友志 这酒是真不喝 陶友志 还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 我倒想看看 陶家二儿子 有什么能耐 好 我马上就给我大哥打电话 你们韩家 就等着覆灭吧 不用打了 你大哥来了 大伯 爷爷 不是 大哥 爸 你们怎么来了 我还要打电话找你们呢 不是 都是 都是 都是韩明那个臭小子 如果不是在这里 看到你这个孽掌东西 我都不知道你在外面 怎么给我陶家丢人 怎么了 不会说话了吗 都是韩明那个王八蛋 仗着你生在陶家 自小不务正业 自觉高人一等 长大以后 又违背我和父亲意愿 娶了这个三流明星 大伯 听说 你小子也看上一个 大伯 他 他不是 但是 一线小花呀 但是 一线小花 被几个只会割散户酒菜的 臭投资人玩弄的工具 还一线小花 大伯 大伯 我错了 大伯 都是韩明 要不是那个混蛋 曝光了这件事情 没有人知道 混蛋 还敢提韩绍 如果只是单纯的不务正业 天天只知道玩就好了 我们陶家 看在血缘关系的份上 只要不违法乱计 都不会说什么 可是现在 得罪了韩绍 不明白吗 大哥 大哥是我亲儿子 你不要为了一个韩绍 就打他呀 亲儿子 是啊 你看看你培养的好儿子 得罪了韩绍 好了 讨伤 爷爷 回去再执行家法吧 你要在这儿 让韩绍在这里看了笑话 是吧 管教无方 让韩绍见笑了 韩绍母亲 韩夫人 还有这位小姑娘 老头子我 在这里给各位 赔不是了 陶老爷子请坐 不必这么客气 韩绍母亲 你生了个好儿子呀 老头子我 可不敢在韩绍面前造词 韩绍母亲 你以后可以 不要再瞎替韩绍担心了 现在啊 在国内 可没有几个人 能让韩绍害怕 老爷子 严重了 您先行坐 好啊 我现在呢 跟陶老爷子 是亲密的合作户盘 都和您说了这事 您啊 就不用太操心了 好儿子 长大了 妈不用操心了 有这么厉害的哥哥 我以后可以在天都 横着走了 你要是敢给你哥添麻烦 首先我拧你大 哥 你看看妈 他又欺负 还有嫂子 你们快抱抱我呀 要我说呀 你还是乖乖听妈的话 以后啊 休天天 老友之 还不赶快带着你的儿子 向韩绍赔罪 那个 韩绍啊 韩绍都是我们的错 对不起 韩绍 道歉就不必了 这样吧 把你自己倒的三杯酒都喝了 我就原谅你 韩绍让你喝 你就喝 爸 可是 你是不明白 为什么我要对韩绍这么尊重吗 现在我就告诉你们几个孽障 韩绍的韩氏家族 韩氏集团 现在 有六十万亿资产 是我们陶家的二十八倍 是我们陶家 不得不仰望的存在 现在你们明白了吗 韩绍 今天的所作所为 都是我的错 请你原谅我们 陶老爷子 我们合作的事宜呢 我会安排我的秘主 到时候跟您联系 没什么事 我们就先走了 好 我要送韩绍 老爷子 您客气 明儿 咱们韩氏集团 什么时候资产那么多了 是不是 你骗陶老爷子的 妈 是真的 这多亏爸生前 为韩氏打下了足够的基础 咱们韩氏现在 成长才能如此倾诉 好孩子 事业有为 该成家了 妈赶紧找个日子 给你和小雅订婚 之后成婚 好 妈 都听你的 小雅 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 最浪漫的婚礼 我一定要海边 最最最最最浪漫的婚礼 好吗 好 董事长 唐家并没有破产 而是和江家 合围了一家公司 就算合并 债务也没有办法免除 地皮千亿投资 江家也投了不少 根本没有能力 帮唐家还清三千亿 如果说 能够偿还 那一定是违法挪用了 基金会募捐资金 唉 不出意外的话 陈叔那边应该有消息了 喂 韩少 查到了 江家基金会财务人员 非法在外开了十个账户 将基金会的资金 洗出三千亿元 再以股票运作的方式 出售给唐家 还清了三千亿债款 好 有准确的证据吗 十个非法账户的交易记录 我已经让人全部保存 以及股票运作方式 和手法记录 也全部拍下 只要曝光 江家和唐家 轻则股市暴跌 全部破产 重则 在这个基础上 加一条全部入狱 把这些东西 全部发给唐家和江家 顺便和他们说一嘴 如果想要活路 就让江小姐和唐小姐 去到码头的三号仓库 记住 只能他们两个人去 董事长 发生什么事吗 江家和唐家 已经是带宰的羔羊了 给我备车 我要去 远海大酒店接陈饼 那生不如死的感觉 不要让他好好提 是 韩明 我就说一句话 韩明 我错了 都是陈饼 都是陈饼的奸计 韩明 你不是喜欢我吗 我也喜欢你 我们在一起吧好不好 你不要去那个下等人 我是林家亲戚 我们是门当户队的呀 穿的这么破旧的衣服 可不像林小姐 那穿衣风格 哦 我想起来 你们林家现在破产了 所有的资产 都在我韩氏里下 所以 你这个戒指 有什么资格 说我们门当户队 林哥哥 我错了 戒指 别以为我惩罚你一次 就能得到我的联系了 你们四个对我做的事 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忘记 走 我们一起去见陈饼 去老地方 好好许许秋 出去吧 没有我的允许 谁也不得见了 是 少爷 陈饼 陈饼 双宿门没了 这仓库熟悉吧 哎呀 欠东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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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这个时候 你还没有买下这个 然后背着我 跟林之雪 在这儿偷情 那么一个贱人 给我跪下 身子尖儿逛 听信了吧 别着急 江游晚 周晴 唐家人他们三个 马上就到 你们四个 很快就会团聚 韩明 你究竟想要怎么样 韩明 你究竟要怎么样 你已经毁了 林家和周家 难道就不能 给我江家和唐家 一条活路吗 韩明 你让我们来这儿 干什么呀 这什么鬼地方啊 韩明 韩明 你不会要在这儿 杀了我们吧 你疯了 我要打电话 怎么没信号啊 韩少 你不会对付我们吧 我们周家 已经是你的资产了 韩少 韩少 求求你放过我们吧 我认输 求求你放过我吧 你们要是不想 变成陈炳飞啊 就乖乖听话 学林之雪 伤自己耳光 韩明 不可能 不可能 这里环境封闭 没有一点信号 如果我对你们做出什么 不好的事情 以我的能力 也能处理得一干二净 使劲 你们四个 轮流抽陈炳耳光 谁抽得最香 我就除此百亿 帮他重新站起来 继续 喂 陈主 把江家和唐家的犯罪资料 交出去 走法律程序 让唐家人和江油碗 全部入狱 至于周晴 收回周家的经营权 南省荒沙 给他留一个公司 打扫卫生的车 至于林之雪嘛 找个酒吧 让他做陪酒 是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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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雅 终于等到这一点了 不好意思 人等了这么久 我爱你 我也爱你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我愿意 董事长 董事长 子公司研制的人工智能AI取得重大成功 韩氏集团总资产突破百万亿大关 我们尽身为世界级了 哼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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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